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为城市地标的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 让我们回到渔村为出发点 用形象的手法赋予它一个既回忆过去又对话未来的巅峰之作 超网 一段过去和未来的对话 一条通向星辰大海的征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深圳湾生态系统内连接北部山脉和南部海湾的生态桥梁 中轴包含城市和文化两个核心 由绿轴连接至深圳湾 基地将成为领航者 在无限可能的深圳扬帆起航 追寻星辰与大海 中央节区是活动聚集地和交通枢纽 与周边生态自然环境联系密切 中轴绿地规划遵循弹性和防御特性 成为积极减缓气候变化的重要部分 丰富的市民活动场地 因激活了片区的城市公共生活成为打卡新地标 从基本网格开始 将绿轴内的流线与周边城市基里密切相连 通过网格的变形来适应不同的空间需求 一体化的设计语言提升了场地艺术表现力 古中一条蜿蜒的超网构架 由北向南延伸至滨海岸展开 成为建筑广场的有机组成部分 网格将交织的场地分割为户外艺术 休闲活动、口袋花园、体育庆典场地、新岭南庭院等 超网向南北展开 连接中轴绿地和滨海公园 同样也在垂直方向延伸至地下 通过下沉空间 连接地下社区设施、商业和交通枢纽 天庭提供充足的采光 出地面设施将隐藏地景建筑中被植物遮掩 钢幕混合结构的超网 在北侧为一型高杆灯和座椅等形式 南侧是更为复杂的立体网格构架 像深圳的山海一样灵动绵延 建成后 深湾总部基地也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 木构自由形体构筑物 构架包含多种智慧功能 遮阴的藤蔓、半透明覆盖物、水雾机制和光伏板 可避免日光暴晒和降雨 太阳能收集 为5G信号、预警系统等其他智能科技提供支持 北地块依托生态为背景 为周边提供了一系列的社区活动空间 北区的网构架将以轻巧的形式 体现为不同的异形景观元素 这里有充满生机的湿地生态系统 人们可以在绿荫下悠然漫步 湿地一侧的下沉广场 将成为连接地面与地下的重要纽带 另一侧的相邻场地 是一个充满乐趣、激发好奇心与创造力的亲子游乐场 西南角将提供轻食零售等功能 通过分食管理 使机动车道成为了广场的一部分 地景商业建筑延伸出的外摆空间 将提供小型聚会和餐饮功能 从而激活场地分为 南侧中心的草坪是朋友、家人享受游戏聚会 放松心情的好地方 中心地块是中轴的核心公共空间 为了保证连续性 地面与地下空间将通过路桥连接 通过竹林 这座造型新颖的奇异景观桥 将缓缓展现在游者眼前 行走在天穷路桥上 沉浸在繁花盛开 绿意盎然的花园空间中 令人心情愉悦 路桥中央的跌水景观 灵感来源于如此捕鱼的形态 混上浮现的九道银河飞铺 洒落到谷中 让城市中的人们感受到大自然的声音 地银河飞铺 梯田形式的下城广场 将成为主通道 连接地下的商业、地铁和火车站 在南地块 超网将作为城市客厅 满足多样的公共活动需求 成为深圳湾海滨的门户形象 超网作为一个线性空间 同时向两翼延伸 为总部基地提供各种活力空间和活动 在北侧 游客将通过季节性盛开的花束大道 进入此街区 穿过绿音 层叠的十格 形成了大型音乐喷泉广场 通过树控水流 竹琴键演奏着美妙的音乐 流水将连接到地下 作为室内瀑布出现在商业空间中 夜晚绚丽的灯光将原有的水景空间 打造成了一个科技感十足的赛博乐园 让南走 茂盛的植物包围着游乐场 起伏的山丘滑梯和鞦韆 激发儿童的想象力探索雨 旁边的海浪吧台作为地景建筑的外摆空间 为游客提供露天餐饮 沟通交流的休闲场所 向海边漫步 超网变成了空中花园 茂盛的蕨泪悬挂于玻璃球中 藤蔓散发着香气 棕榈树在微地形中向上伸展 蓝绿色的玻璃球是海洋的颜色 在晚上发着荧光 星光花园必然成为热门的游客打卡点 由此空间延伸而下 可直达下沉广场 使游客享受更便捷的地下交通换乘体验 架构西侧的林间设计了一个大型趣味吊床攀爬设施 东西走廊使游客沉浸在绿谷中 季节性开放的兰花营塑造了深圳独特的景观大道 景临建筑的绿街广场为游客提供了休闲社交场地 进而成为深圳湾的主舞台 冰水区的中心昌网延伸崛起 完美诠释着巅峰之座的目标 同时提供了从深圳湾遥望香港的宽广视野 文化建筑旁的梯田草坪 为游客提供了综合性的社区游戏和健身场地 同时这里将成在举办户外兵员会 观看体育赛事等大型活动 在半岛中心 景丰廊架将结合网格与棚 转化为有机形态的文化建筑 如同飞船 使它成为一座极具艺术感的未来建筑 植物加上起伏的形态 它用新技术重新诠释了深圳美丽的山地景观 这座电子艺术美术馆将会由举办前沿 沉浸式且实验性的展览演出 并感受与室外相似又截然不同的迷幻景观 艺术草垫作为大型户外艺术场地与艺术馆相连 垒石种植墙将其隔成一个奇幻的迷宫 唤起人们好奇心去探索散落的艺术品 由凤凰木环绕的运动场 为周边居民和上班族提供了健身运动的场所 沿着滨海岸 繁茂的热带植物线性阵列生长 边缘的朝间植物群落为海鸟提供觅食场地 利用美观又智能单发光信号装置 将有关潮汐水位、水质等信息 通过手机应用程序传达给游客 东区为城市观光 以传统文化和极限运动为特色 一系列口袋绿地 减低台风对城市的侵袭 再靠近夏川开口区 设置极限运动BMX滑板公园 通过层次丰富的植物来阻挡公路噪音 岭南花园与历史博物馆建筑相接 用现代设计手法 全是岭南传统庭院文化 围绕着中心湖景 一幅优美的岭南园林画卷缓缓展开 以传统藤井园林为代表 展示了深厚的中国园林文化 在岭南花园外 国蝶谷被一片片色彩斑斓的花海景观环抱 珊瑚花海将吸引游客 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赏花拍照 成为深圳火热的网红打卡点 全线贯通的滨海步道边 布置了瞭望平台 及如海潮般起伏的特色水景 借助超网 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 必将成为新时代下的巅峰之作 深圳也将成为联动世界海湾城市的引领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